不覺得它很像頭髮嗎 很像長髮公主掉下來的頭髮 像 牌的頭 牌的頭 牌的 喔 非常美味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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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種口味這樣子一大袋 只要20元 你看我們就只有這麼多車在那邊排隊 那應該是很厲害的店 然後遲熱點是我小時候 去Seven最愛買的飲料 嗨嗨 現在天氣超級好的 我們呢 已經抵達大城了 然後我們現在在彎腰市集 給你們看一下 至於彎腰市集 為什麼叫做彎腰市集呢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呢 他們的攤販啊 原本都是擺得非常的低 所以如果你要購買的話 就必須要彎腰下去 跟攤販購買 那所以這也是彎腰市集 名字的由來 那我們進去看看裡面有什麼 然後呢 裡面有著各式各樣的農產品 然後各種醬料也都有 還有各種醃製品 那再來的話這邊呢 有各式各樣的蛋製品 嗯 還有很多魚耶 這也太可愛了吧 這邊呢 是涼糕 就要整個四級啊 比較像市場一點點 嗯 當然說也有一些特色美食啊 他們這邊的竹子製品好便宜喔 這一個竹編的小籃子 35元而已 還有這個 哇 但這就超難帶回去的 我覺得這四級啊跟我們在 就是其他地區看到的四級 有些許的不一樣 就主要是因為 我覺得它賣了很多 他們當地的一些手工藝品 然後價格也都不會到太高 那它的標價也都非常的清楚 就是直接標在上面 所以你也不會有什麼 對於觀光客就抬高價錢的問題 我覺得這部分倒是挺棒的 但四級可能是因為 我們今天是平日來的關係 所以其實有點小小的冷氣 它會不會有到非常多 就是散散的 Oh my God OK 絲的芒果乾 一盒 我想只要35元而已 3 pack啦 100塊 1大米 喔 まだ1塊 喔 他說3個100 嗯 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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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非常美味 喔 還好 哈囉 謝謝 太過熱情 謝謝 喔這裡的糖吃餅好巨大喔 這麼大包欸 知道吃到什麼時候 不覺得它很像頭髮嗎 很像長髮公主掉下來的頭髮 超級像的 喔 喔 Thank you 在這邊買了一袋 這叫什麼 椰絲脆餅 它有兩種口味 這樣子一大袋 只要20元 超級便宜 而且看起來超好吃的 欸我發現這裡的料更飽滿的 有沒有看到嗎 比去年我們在那個曼谷斯的更飽滿一點 它的椰絲是鹹的 然後呢 它的脆皮啊 是有奶香味的 難怪它可以成為這麼多人拍照的店面 它真的好好吃喔 哈囉 我們剛剛呢逛完彎腰市集 然後在彎腰市集的路上 發現了一家超多車的店 然後我們就想說 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這家店可以有這麼多人 然後我們來看看 這個店的店 一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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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這家店是賣船麵的 因為你知道大臣是船麵的故鄉 因為這邊當初道批河野畔嘛 所以有非常多的漁民 那船麵的話就是他們都是小小碗的 點點麵 然後加上一點點湯汁 為了就是他們在船上的時候 不會讓那個湯汁打翻 然後他們又可以很方便的去食用 所以這邊有超多家法麵 那這家是我們意外找到的 原本是要去吃一家非常有名的 但它還在遙遠的另一端 我找到先來試試看 既然它都已經有這麼多車在這邊排隊 那應該是很厲害的店 對嗎 而且這家店很酷的是 它有三種麵體可以選 有一個是雞蛋麵 然後另外一個是 有點像佛 就是有點像河粉的東西 然後還有米餡 欸 餐點來了 Thank you 我們先從第一碗東洋的開始吃 你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它就是小小的 一坨然後也是大概不到一半的湯 那這樣子一碗的話是20元 好便宜喔 哇 我看到超多辣椒 應該會爆炸啦 那這一碗呢我搭配的是米餡 吃一口看看 一直在噴 超級好吃欸 它的那個米餡 已經吸滿了那個東洋的湯汁 好好吃喔 然後它們都會放上魚丸 然後還有一些內臟類的東西 然後還有 這應該是那種甜不辣之類的吧 然後有一些肉末跟 豆芽菜 我後來發現那個 那個辣 辣籽啊不是辣椒的籽 它是繳碎的花生 那我先吃看看這個好了 很像我們的粉條 然後加上椰奶 可是它的那個粉條啊 沒有那麼Q 算是比較軟爛一點點的 然後它會搭配三塊 這個水果 應該是哈密瓜吧 因為哈密瓜本身 沒什麼甜 但很清爽欸 好好吃喔 然後這一碗呢 一樣是20元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下一個 欸它的船麵好可愛喔 是船的造型欸 然後 另外一碗呢 我選的是這個 有點像米粉的東西 看起來應該是豬肉吧 那這一碗是15元 風炸便宜 這一碗船麵呢 它的味道是有點像中藥味肉骨茶的味道 然後呢 裡面搭配的東西就跟東藥不太一樣了 它搭配的是空心菜 然後泰古他們的空心菜都超級粗的 看一下 標準的有肉片 然後有魚丸 然後跟 豬肝 最後一碗呢 是牛肉口味的 那這一碗呢 一樣也是15元 那它的肉好像就比較多一點點 可能是因為它的肉比較小塊吧 一蛋麵的口味啊 我覺得比較鹹一點點 它本身是有點軟爛的 所以我個人比較不喜歡雞蛋麵的 它還附了一份這種 就是他們當地的特色食物 它看起來很像我們的 挖粿 是斑斬的味道耶 它的外皮呢 是有點像 米苔木的口感 然後下面加了斑斬這樣 所以你就是一起吃這樣 我覺得當做飯後甜點也還不錯 好貼心 整套都想好了 這樣子一份是10塊錢 那這就是我們在大城吃的第一餐 那它的船麵真的好好吃喔 吃著船麵 配上遼闊的甜甜風光 好紓壓喔 但這個超級熱的 這裡是沒有冷氣的 所以這個不適合待太久 它的東陽真的做的很好吃 重點是不辣 我發現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複合式的一個商店 就是有一個攤販在賣炸豆腐 然後這邊有一個飲料攤 另外是炸一些就是蔬菜的 然後後面是賣船麵的 那不管你點哪一個餐點 統一從這邊出場 對 我覺得它是一家蠻酷的店耶 而且東西蠻好吃的 我們這樣吃一餐下來才花95塊 很便宜 這家店 我們的飯店距離 也是只要7分鐘的距離 所以我不打算走路去 泰國的晚上 真的是完全沒有一丁點風耶 好熱啊 好像邊走邊路 我超怕我又摔一個狗吃屎 今天的大城真的超級爆炸了 原本白天想要去 看那個高棉監督 可是真的太累了 完全沒有辦法在外面多待一秒鐘 哇 你看 我們離它越來越近了 嗚 嗚呼 嗚 完全是不一樣的世界耶 好酷喔 他寫我一底的啊 那鬼人跟我發生同樣是嗎 可是他禮拜五是寫會開的耶 片子寫了會開啊 他沒開 因為呢 我們被騙了 根本就沒有出古夜市 所以我們決定來早點食物 牛排和義大利店49人 Let's go 真的有耶 好啊 好啊 嗨嗨 我已經回來了 先來一杯回憶沙 Seven的四肋冰 需要吸管 都白癡了 好爽 就是這一位 吃了便是我小時候去Seven 最愛買的飲料 你們覺得 一份59 69的雞排 口味會如何 我覺得看起來應該還不錯 我們先來從第一份 69元的雞排套餐 你可以看一下 它有兩塊雞排 然後呢一份滿刀爆炸的薯條 還有一些生菜 它的皮超厚的 可是真的超酥的 然後 我覺得以 69塊來說 沒什麼好交替的 不難吃 薯茶也好吃的 薯茶有慢當老的味道 再來吃看看79元的 伊達利麵 先把它攪一攪 欸 它的那個 德式香腸其實超多的 因為應該是一整條喔 這個伊達利麵很好吃欸 它那個麵本身 有一種 玉米奶油的香味 然後又有一點淡淡的起司味 好好吃 而且… 它的那個 德式香腸啊 不會像Seven的這麼鮮 搭配起來超讚的 好吃到翻白眼 然後第三個來吃看看 海鮮媽媽麵 來泰國怎麼可能沒有吃到媽媽麵呢 媽媽麵可是 泰國的精髓欸 哇 看這個 媽媽麵的麵就比較多了 可能是因為媽媽麵比較甜 然後這個海鮮口味 那這一個是Boss的主人 吃看看 這個也太好吃了吧 它的媽媽麵呢 不會炒到太鹹喔 然後有很香的那個 九層塔味 裡面的海鮮也蠻多的欸 然後可能是因為它有用薑去炒 所以有那種濃濃的薑味 欸這超好吃的欸 這跟我們在台灣吃到的媽媽麵 完全是不一樣的嘛 可是太好吃了吧 這間Focus Cafe 好推薦大家來吃喔 便宜又好吃 然後離那個太馬哈市又不遠 然後旁邊又好停車 超級推薦 這價錢真的 這樣會賺錢嗎 我懷疑